你這樣吃下去 它都還沒到小腸 幾乎就是 全軍覆沒 因為都被胃酸消滅掉了 所以你當然會覺得很無感 那所以其實正確的吃法 應該是要在 它是來拿蟹藥 因為它有便秘 那我就跟它聊了一下 便秘的情況 它說其實它 那一開始吃的時候 其實也都滿有效 只是後來那益生菌 它一個月大概要花 那它就是 一般的經濟水平 對它來說就是 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後來就 今天人家想說 有一種比較便宜的 然後去買那個便宜的來吃 但是果然 醫生我告訴你 便宜沒好貨 所以算了 我來吃蟹藥好了 那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它如果可以 用益生菌來整腸的話 益生菌都可以 對 那不要去 長期靠蟹藥 我說沒關係 你下次把那個 你吃的兩種的 這個益生菌 都帶來給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不同 那帶來我一看 其實也都是大腸牌 也不是來路不明的藥物 我就問他說你怎麼吃 他說 益生菌之前一開始買的時候 人家都說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後來發現我那個 就是它一開始買的那種 它不管什麼時間吃 其實它都覺得有效 然後第二種 它也都這樣吃 不是這樣嗎 那我一聽我就 有點知道問題的所在了 因為前面它那種比較貴的 它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菌種 所以它是 也沒有一些什麼特殊的 什麼包覆的設計等等的 所以像這種這種菌 如果你直接在空腹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胃酸 大概PH值只有2而已 你這樣吃下去 它都還沒到小腸 幾乎就是 所以你當然會覺得很無感 那所以其實正確的吃飯 應該是要在 吃飯前大概30分鐘 那慢慢你食物進去了 有去中和胃酸 那個不會那麼酸的時候 那個益生菌的吸收反而會比較好 甚至你最晚不要超過 就是飯後的30分鐘內 所以應該是要這樣吃 那清完之後它其實 我一直都功夫吃 對 你進來的比較好 這也是比較慢 那我怕很美 冤枉片 沒有 所以我跟你說 其實真的還是要看一下 它的那個原廠的設定 它一開始製作過程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其實有一些 它都會做一些什麼金球 然後什麼抗熱 抗酸等等的 那這種就真的 比較沒有特定的時間 而且這種真的就是說 如果你在空腹你吃下去 它因為胃裡面沒有食物 它很快的到小腸 一路通腸 這種沒有關係 可是剛剛好 它買的那個第二種就是 沒有這種設計 所以你就一定要 有一個特別的時間 因為後來 所以不一定是便宜就不好 你真的要吃對時間 它才會有它的效果在這樣 為什麼不能吃蟹藥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基因能靠蟹藥 久久都會變成 你 只要靠著它 你沒有蟹藥就下不來了 其實就有點像那個 那個 睡覺前 安眠藥 安眠藥 那吃久了之後 自己 會依賴 對 會依賴那個東西